今天被小偷盯上了 我天啊 我穿的这么破破烂烂的 然后背着一个这样的破包 三个小偷竟然这么没长眼睛 盯上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雅美 今天在歌剂院地铁口进去的时候 有三个人就跟在我后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想逃票的形式 摸我的口袋 我第一个缓宴就是把他用手给甩了一下 因为在法国待久了 人哪都比较敏感 只要有一个人稍微靠近一点 智囊缓宴就往后一拍 然后这个人的手就被我拍了 被我拍了 然后我就叫我说你们是小偷 后来他们还不放弃 我就已经走进去了 因为我要倒7号线 然后我直接往那边走的时候 他们还不放弃还在跟随着我 我也不敢直直走 歌剂院地铁里面是有一个卖小商品的 然后我就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们看到我站在那里不动 他们看到我站在那里不动 然后他们也不动 这个时候有三个警察呢 他就从那个楼梯那边上来 然后他们看到了警察 然后直接也就拐了另外一个楼梯的 就下去了 我就跟警察说 我说这三个人是小偷 我刚刚进那个进来的时候 他们摸了我的口袋 他们摸了我的口袋 那然后那三个警察呢 就追这个小偷去了 后来我就直接的就走了 视频的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大家 在进地铁打票的时候 最好是前后看一下 以防万一路 进了地铁里面有一些广播提示的 大家就要提高警惕 因为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有小偷在这边 所以他才会提醒大家 要小心自己的包包 自己的手机啊 钱包